好媳妇,你可以不孝顺我,但这三条家规必须遵守,我不嫁了。 婚姻不是一场只有两个人的蜜月旅行,而是一场两个家庭一起的全加油, 但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,但是其中的过程幸福与否,需要两个家庭共同努力。 婚姻中除了夫妻相处的矛盾外,最尖锐的也是最敏感的话题,莫过与婆媳相处问题了。 婆媳问题至古以来就是非常棘手,无论是结婚前的准婆婆, 还是结婚后的婆婆,都是令天下女人胆寒的角色。 刘小姐最近就因为婆媳问题而头疼不已,甚至让她这个本来都已经准备要结婚的人打起了退堂鼓。 事情是这样的,刘小姐自己的男朋友已经谈恋爱三年了, 上段时间已经见过双方父母,定下婚期,开始筹备婚礼的各种事项了, 但是有一天准婆婆和她的一段谈话,让她觉得自己的婚姻生活在未来会变得很艰难, 尤其是遇到一个这样严苛的婆婆。 婆婆那天对她说了这样一句话,你可以不孝顺我,但是这三条家规你必须遵守。 一,婚后必须男人当家。 第一条家规就是婚后必须男人当家。 其实刘小姐对于结婚以后谁来当家这个问题,本来是没什么想法的, 反正结婚之后两个人就是一家人,但是婆婆定的这一条家规就让她觉得非常不舒服, 好像女人在家里的地位天生就应该比男人低一样, 要知道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,只要夫妻双方同意,那么谁当家都不是问题。 但是婆婆这样强硬规定,必须男人当家,让她感受不到任何尊重。 二,家务和你来做,妻子顾家是本分。 让刘小姐更为生气和郁闷的是这第二条家规。 家务和你来做,妻子顾家是本分。 男主外,女主内,早就已经是一个过去式了。 现在的女人大多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,女人当家庭主妇的比例已经越来越低了。 家务和让女人包揽,本就是以前男尊女卫的封建社会的一种偏见。 既然家是夫妻两个人一起的家,那家务和自然就是两个人一起承担的责任。 哪有妻子一个人全包的道理? 顾家不仅是妻子的本分,同样也是丈夫的本分。 有多少婚姻的破裂,就是因为丈夫不顾家,整天一个人在外花天酒地而导致的。 既然两个人选择组成一个家庭,那就应该都承担起各自的责任。 无论是家务活还是其他事情,都是彼此的本分。 三,有自己的工作,不能让男人养。 第三条家规让刘小姐觉得既好笑又生气的一条家规,有自己的工作,不能让男人养。 刘小姐说自己也是有正经工作的人,虽然只是一个银行的小职员, 但也不至于养不活自己,不至于让老公来养自己。 让她觉得最气的是,按照婆婆这样的说法, 如果自己在结婚以后,一旦有一天离职了,就可能会遭受她的白眼。 女人结婚不就是为了找一个能托付后半生的男人吗? 想要的只是一个无心安处及无相的安全感。 而婆婆这样的话语,无疑让刘小姐对未来的这段婚姻毫无安全感。 以上所谓三条家规,充斥着那位准婆婆心中男尊女卑的观念, 而这无疑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婚姻观。 女人何苦为男女人,这位婆婆自己也是一个女人, 却想用这样扭曲的家规来束缚刘小姐, 也难怪刘小姐对结婚打起了退堂鼓。 就像文章开头所说的,婚姻是一场长久的全加油, 如果在全加油之前就发现未来会有这样的尖锐矛盾, 那这场婚姻的旅程不去也罢。 不得不说,有一种婆婆没有成为一家人, 真是万幸。